百货公司门口排了长长人楼 600多人依序排口 最早的6点多就来了 日系杂货连锁卖场开幕第一天 吸引大量人潮急爆卖场 卖场内展示用的假草莓有明显齿痕 两兄弟打打闹闹 看到冷冻柜装饰的水果 竟然拿起来一口咬下 自住结账区不少人不熟悉塞车了 前一天试卖时 自住结账区尚未开放 人工结账还一度要等一个小时 开幕首日 业者立刻加派人手疏解 日系杂货卖场7号上午开幕 地点就选在高雄市区的五福商圈 是目前全台五间分店中最大间的 占地900平 平项也最齐全 开幕首日 生鲜蔬果区最热门 不止日本产和牛买一送一 还有日本苹果装到买 苹果啊 牛肉都买 所以排醉是值得的吗 超级值得 虽然比台湾单价贵一点点 可是OK啦 它有满一送一的 满一送一的 对 蛮优惠的 蛮优惠的 很划算是不是 对 很划算 日系品牌首都插旗南部 营运第一天五福商圈就涌入好久不见的人潮 分局还出动34名警力疏导圆环交通 市府与业者期盼这股热度能延续 让商圈逐渐复苏 TVBS新闻李正盛高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